欢迎来到历史课站,我是美丽 1931年9月28日 也就是918事变 刚刚过去10天 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招来了全国一浪 高过一浪的声讨 这天,数千名大学生 冒着大雨,要求面见蒋介石 请蒋介石给个解释 为什么要把东北 拱手让给日本人 蒋介石不敢出来 学生们冒雨等了大半天 心里的愤怒更加难平 要冲进蒋介石的办公室 但这里保卫森严 根本冲不进去 后来,学生们只好无奈离开 但是,他们并没有返回自己的学校 而是去了外交部 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拖了出来 一边痛打,一边高呼 惩治卖国贼 这个时候 最冤的就要数王正廷了 不抵抗的政策 又不是他制定的 更冤的还在后面呢 这件事过后 蒋介石直接将王正廷免职 把全部责任都推到了他的身上 王正廷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只能自己吞下这个苦果 从此一蹶不振淡出了政界 其实在民国时期 王正廷还是很有值得称道之处的 王正廷是浙江奉华人 跟蒋介石是老乡 14岁就考入了北洋大学 毕业后赴日本留学 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 26岁的时候 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 回国后 王正廷先后担任外交总长 代理内阁总理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 驻美国大使等职 成为民国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 王正廷能屡屡担任要职 与他的能力是分不开的 比如接收山东权益的问题 当时中国正式从日本手中 收回了对青岛的管辖权 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历经德日两代殖民统治 25年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但是谈判接收的过程 却并不顺利 日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 取解条文 蛮不讲理 不停的要待遇 王正廷与日本人 沉枪舌剑 共开会七十一次 历时五个月之久 终于达成了协议 王正廷除了外交事业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 就是中国奥运之父 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第一人是刘长春 但当时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 刘长春差点放弃 最终他得以出国比赛 正是王正廷动奔吸走 为他解决了经费 签证等等问题 才让刘长春得以成行 创造了历史 1922年 王正廷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这也是中国第一位奥委会委员 后来王正廷还带队参加了 1936年和1948年奥运会 都是担任总领队 因此他也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好了 欢迎点赞关注历史客栈 王美丽每天都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